大家好,今天咱们再继续聊一下上海的疫情 今天早上我刚起床我就看了唐风西渡老唐的视频 他基本上一听一更 然后看了这个就哭笑不得 或者说也挺无奈的 然后大家知道我在日本 所以说我为了学日语 就有回听一些那种日本的这种新闻 这种新闻 他也他不是NHK 但是他也应该是一个什么正经的这种 网络媒体或者他不是自媒体 就没想到这个事吧 在日本居然都被报道了 我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真觉得挺丢人的 挺丢人的 啥事呢 就是这个上海 现在大家也知道这个疫情 就马上就也快要就完事了 是吧 这个大家都也挺高兴的 但是就真的是就这遇到这时候越不出好事 怎么着呢 有一部分这个居委会啊 他这个老百姓去发现这个居委会呢 自藏这个物资 救援物资 你甭管是买的也好 还是说捐的也好 这个蔬菜 米面 粮油 什么都有 然后这个 就那个蔬菜啊 据说都烂了 老百姓就很生气 去把这个居委会当中砸了 就我看那个 他们微信上有传一些小视频啊 就是 就把那个什么 那个可乐啊 什么给扔了 等到这个什么呢 等到这个 有据说有一个居委会 好像是提前知道封城了 就是这个老百姓要过来查了 然后他们呢 就想了什么办法呢 找了个垃圾车 然后用这个黑色塑料袋 把这些垃圾 不是 不是 把这些物资什么 装上垃圾 就全都给 就扔到垃圾车 就没想到呢 这样这个老百姓呢 就提前知晓了 这老百姓呢 就很愤怒嘛 就去把这个 这袋子全部全给扔下来 里面全都是物资 不是垃圾 全是物资 这个蔬菜水果啊 这种东西什么的 就大家很愤怒嘛 今天早上 这个日本的这个 一些媒体 报道 真的就是 日本人现在大家知道 就是真的就看热闹不行事了 就来呀 你们中国对吧 就干出这种事 共产党政府真不行了 大部分就 包括这个洗涤人员 都是这个样子 真的是觉得 我说 咱们还笑话日本人 人躺平呢 现在惨悶这个东西 发生让日本人笑 就没法说 所以有些时候你说 包括一些这个 就上海up主 这个 哎呀 你们都不支持上海 你 你防疫做成这个样子 怎么支持上海啊 现在都不是防疫的问题了 现在是什么呢 现在是 这个疫情都已经快结束了 然后你们居然闹出 这么一出来 对吧 这是你行政上的 就不作为啊 对不对 哎 就 真的 就是 你说啊 以前咱们讲这个 天津啊 什么这个 呃 西安啊 封城也好 也是有各种各样问题 但上海这次 大家为什么就是反应特别大 很简单 人家天津西安 有各种各样问题 上海一样不辣 是吧 你你也有 你甚至比人更严重 人家没有的问题 人处理挺好的问题 你上海居然也一样不辣 那而且 而且现在问题是什么呢 现在问题是 这个上海这个调啊 属于起高了 就是 大家普遍都认为什么呢 说上海这么发达的城市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就即使说那种 因为 中国最先进的地区吗 对不对 他怎么可能出问题呢 大家都是这种心态 那上海人自己 包括我之前 一直怼的那个 那徐一道来 他 他也是 他老上海 他觉得老骄傲了 你们那个外省都不行 说那个 你们当时疫情的时候 没有我们上海援助 你们都扛不过去 我们上海 对吧 精准防疫什么的 我们比你们强多了 他自己他都这么认为 结果没想到 变成这个样子了 对不对 这个疫情没防控 没防住 把这个 这疫情弄得 反而是最严重的 是吧 所以你说 怎么说 都都很尴尬 但我个人分析啊 我个人分析 就是 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 一种可能性就是说 呃 局委会自己的人啊 格局太小 啊 自发的行为 就是 他就挤为这东西啊 我就存着 我不给别人发 我自己呢 就 我自个儿就 吃哎 我不给老百姓发 哎 但是他们没想到呢 东西太多了啊 这自己吃的都吃不完 到最后呢 这东西坏了 然后呢 这样有人告密啊 怎么着的 哎 这事就就出了 就丢人嘛 对吧 这是这是 这是一点 但是我个人感觉 这东西 我还是 我个人推测 好像还是不太可信 为什么呢 就是在我个人的这种 过有印象中啊 这个局委会的人呢 基本上就是 五十四四四四十多岁 四十岁后半 五十岁多的大妈 六十岁也有 这种人的特征就是什么呢 非常非常节节 就是这种什么 就属于蔬菜上的烂点 可能都把那个烂的地方砍了 然后呢 接着吃 或者怎么着的 因为我那 呃 应该是也受了海外的一些势力的指使 啊 这是是是哪我就不说了 大家也都知道啊 我始终认为外国呀 就他不会就放任任何一个啊 败坏中国形象啊 在中国挑拨离间的机会的 大家可以想想那个苏州那对母女 当然他们原籍是那个 就是呃 黑龙不是内蒙古的吧 然后就到就到处撒毒 或者怎么样的 这种人 就是你很难相信他是自发行为 对吧 那谁会允许他们这样做呢 肯定不会是中国自己的人 对吧 中国自己的人 为什么要害自己的人呢 对不对 有没有可能是 哎 外国传进的某种什么邪教啊 有没有可能是外国的某种什么间谍机构啊 这都是有可能的呀 对不对 所以你说上海真的有这种 那怎么怎么就不可能呢 对不对 我还是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 就是说上海的这种 就是说 也不包括上海吧 也不光上海 就是说这个 怎么看那个海外的这种 就外国的这种问题 我对外国就是那种观念 就是他们不会希望你好 他们不会希望你这个 就是说特别那个 怎么说呢 那个就共同合作什么的 包括你说中国跟美国经济的这个关系这么紧密 是吧 这美国人他一天他都离不开中国的产品 中国的商品 可是美国人对中国是什么态度 对不对 各种打压 各种那个什么 你说他这是一个对 就比如说战略合作伙伴的这种 当然我们不是战略合作伙伴 就是你说到战略合作伙伴这种高度的这种关系嘛 对不对 国内中国国内这些什么什么 啊 江独 藏独 啊 台独 这些问题 哪个问题美国人不要插一脚啊 你说哪个问题跟美国人有一毛钱关系 对不对 你美国人如果真是说拿出诚意 你想跟中国合作 你想跟中国搞好关系 很简单 你什么都不需要付出 你只要一句承诺就可以了 对不对 你什么江独藏独什么的 你没投一分钱 你跟那个那个东西 你有一毛钱关系没有 对吧 你把这个东西做顺水人情 你卖给中国换取真金白银 那也是可以的呀 对吧 可问题是美国到现在都没有放弃这些 那是因为什么问题 那是因为他想跟中国好 恰恰是因为他把中国当成敌人了 对吧 简单说你的产品我也要 你的国家的事我也要管 我也要掺和 所以这点其实我认为啊 就是说还是毛主席那句话 帝国主义之心 亡我不死 我始终认为这句话是特别特别正确的 我们好多人啊 就放松警惕 包括那个上海的那个 我一直对那阿波主席到来 啊我们得开放 是吧 我们得那个不能那个排外 或者是我们是不能那个就是盲目排外 但是我们可以 我们应该擦上自己的眼睛嘛 我们不能什么都放下来呀 对不对 啊搞乱你国内的这个间谍什么的 你要放下来把这个中国搞的一番糟 对不对 大家不要忘了苏联是怎么解体的 啊 你要知道苏联90年代的时候 那个军事实力还是可以能打的 啊 美国你想直接武装入侵苏联 跟苏联把苏联干趴下 那是不可能的 啊 那个想都不要想 咱们不说 咱那不用说核战争 你就是打常规战争 也是不可能 对不对 你顶多你就是复制一下 希特勒跟马可伦的教训而已 对不对 可苏联到这儿还是倒了 为什么 就是因为美国人派了好多的这种 什么意识形态呀 什么这种东西 往小的说啊 这个好莱坞 是吧 可口可乐 英雄电影 那个各种那种小说 是吧 往大了说 就是这个什么 一些这种 什么政府机关的人 被他们给 说 最大代表 就那个哥尔巴乔夫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意识形态上 彻底啊 那个苏联共产党 和执政不合法 怎么着的 我们这个 就都都是坏的 我们一直 人民被欺骗了几十年 是吧 这种东西一出 那虽然整个就散了 堡垒啊 都是从内部攻破的 像到了中国这种体量的国家 你美国 现在就想入侵什么的 基本上不可能 但是 细思极恐一点就是说 如果我们真的不是说被武力征服的 而是说被一种无形的东西 意识形态的东西征服的话 那我觉得是最可美的 美国人不用飞一枪一弹 就可以轻易把我们征服 就包括 包括通过什么事 就这种小事 对不对 你会有几个聚业会的人 给他们点钱 让他们子女上美国读大学 给他们发旅卡 这个对他们优惑力太大了 他们本身也不是那种 正式的编制的那种 公务员啊 或者怎么样的 这个我不太清楚 但是我始终觉得 聚业会如果犯了这种错误的话呢 他跟这种就是政府机关啊 这种什么什么市政府 什么那种相比 还是说更加的前有可原啊 你无论是老百姓上讲 还是说中央政府决策上讲 他应该都是这么想的 所以说搞这种事 第一恶心恶心你中国这种形象 第二呢 就是哎 你这个国内不是搞二十大吧 对吧 你这个要写新届领导班子 那这种事一出来 中央一看 对吧 你这上海气的这些官员什么的 你还想 咱们怎么说呢 就进中央 进这个就是权力中心 不可能了呀 不给你这机会吧 所以说 我始终认为是一些 别有用心的这个海外的这些啊 去再做这事 当然我就 据此我再展开两点 就是之前我也做过视频 我说这个就是国内对这种啊 这个什么太优待了 或者怎么样的 就是 这个见识 忍者见人 智者见智吧 啊 像这个 像这个徐一到来嘛 他就说 嗯 那个什么 我们不应该排外 我们应该什么 那排外 不排外的意思是什么 不排的意思就是 像像上海一样 就跪舔外国人呗 是吧 这个就没有原则 没有底线的啊 去跪舔 这是 类似这个就是内容的视频 我在这个其他视频 我已经发过 我也不想再发了 但是我就想 就是 比如说你优待啊 这个外国人也不是说不可以啊 但是有前提条件的 你 你换来的回报是什么啊 你这么 你对你对这个外国人优待 比如他真的是科学家 他为中国的这个什么什么 做出的贡献什么的 这完全可以啊 对不对 你上海的这几万 这十几万这这几十万 我也不太清楚啊 这外国人 有多少人是能达到这个标准的 百分之百有吗 没有吧 有多又有多少是 哎呀来中国这个淘金啊 来中国这个挣快钱洋垃圾 骗炮的啊 那那人都揭露了 人说这个就是那个黄色网站上 都写了 哎呀去中国吧 是吧 不需要一张机票的钱 你什么都有了 是吧 你这个 那个 你又能得到炮 又能得到这个什么啊 这个人家还给你花钱啊 你天天有人有人有这个不认识的给买酒喝啊 政府呢会雇佣你 然后让你去当什么外教什么的 有多少人是这种人 甚至有多少人是间谍 你敢说吗 就这种说句不好听话 他除了英语什么都不会的洋垃圾啊 在在那个美国大街上要饭的啊 是吧 到这头人家人家那个人家那个什么间接机构人直接一打钱给你说上中国去做的什么什么你说他他会说哎我不做吗 他可能说拒绝吗 不可能吧对不对 所以擦亮你的眼睛什么人该舔什么人不该舔啊 上海的外国人如果说真的都是你说奉公守法啊 这个外派人工对中国的这个经济做出贡献老老实实拿税的我欢迎 即使说你没有正经工作你像你像那种做的那个自媒体啊对着这个十个人也出一个人做自媒体 对着这个油管什么的就用这个英语宣传中国的这个真实的一些东西啊 你十个人里都一百个人里你出一个人像什么火锅大王郭杰瑞这样的 你也是为中国的这种外宣工作做出的决出贡献你比现在这个大外宣什么都能打你的这个战略价值配得上啊你现在享有的这种超民超国民特权也行 可问题是有多少人能达到这样的条件呢对吧有多少人能达到我说的那种条件达不到那种条件的人你去舔他你图个什么啊你图舔这些人到最后说你两句哎呀中国真好 还是说舔完之后人家回头再骂你甚至给你捅刀子啊到处找事他都要到处整事整一些那种什么啊做一些间谍行为啊把你的国家脑子捣乱擦你的眼睛好吧另外我再说一点就是最后一点就是说呃为什么之前开怼这个徐到来就是第一方面是看不惯他的这种啊 就是说作为一个上海人的这种就是说呃 这个自傲哎呀就瞧不上什么人都瞧不上对外国人呢又是一副另一副表情啊到上海出了这么多就是说不合理的舔外国人的这个事 他一期他也没我也没看到他做一期这样的视频评论评论这个事对吧 这是其其二就是什么呢我真的不希望哈就上海人呢就是比如你喝点咖啡喝点红酒这个东西没人干涉 可怕的就是心里的这种哈哎洋咖啡红酒喝多了这个人啊就是变得就是不伦不类 吸不吸中国中啊就现在我就觉得包括我看了这个就是徐到来一些视频我我后来越发越感觉 我说我好像在看这个就是欧洲的这个政客或者什么美国的政客包括一些日本的政客日本的媒体 什么呢就是这个问题在这你不去解决问题你不去看这个问题你不去正视这个问题 你就扯些别的东西想去打消这个问题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欧美的政客还有日本的这些政客在干的就是什么事呢 哎我国内经济发展不好哎赖中国哎然后国内呢这个失业率上升 骂中国哎国内呢出生什么问题了哎什么难民危机了哎中国不好 这是把这个骂中国呀转移矛盾呀做成了唯一的解药唯一的万金油但是呢就是不去这个解决这个事儿 这点我认为是就是如果上海人这么做的有一部分上海人这种心态我我觉得是非常不合取的啊 那也难怪大家就瞧不上你了对吧疫情搞不好基层组织烂的烂的不行 然后呢这个这个感染数字飙升然后it等出问题了哎 全都是这个然后你不去看这个问题你整天就在说什么呢哎呀这个是外省都不支持我们啊然后那个都瞧不起我们啊然后那个都不来支援我们啊就说这种问题去转移矛盾去转移这个就是真正应该解决的问题就回避这些问题我认为这种想法是非常非常不合取的啊 我也不指望人家能听我这个就是说什么什么话啊就是能听得进去毕竟咱们是一个就是小up主人为言轻但是呢这个是我对上海的这种啊这种观念我希望呢这个能听到这种话的上海人呢把这个话听进去我们始终是一家我们跟西方呢还不并不是一家啊西方的这些技术该收的还是应该收但是终归我们才是一家人 好的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里喜欢的朋友们订阅点赞谢谢大家